1973年7月20日,功夫之王李小龙在香港去世,年仅33岁。 李小龙去世消息震惊事件,虽然在香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,但最终灵就运到美国下葬。 李小龙的墓地位于西雅图的湖景公墓里,这里埋葬着大量西雅图名人。 李小龙去世时,儿子李国豪八岁,女儿李湘宁四岁。 李小龙妻子林达埃莫瑞是美国人,可她还是按照中国传统葬礼习俗,为丈夫匹马代孝。 在葬礼现场,发生了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,李国豪误以为这一切都是假的,只见他朝着棺材大喊,妈妈快看,爸爸在演戏,爸爸在演戏。 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,李国豪最终死于拍戏现场。 李国豪,1962年2月,出生于美国旧金山。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,李小龙就对儿子寄予厚望,希望他也能走上功夫之路,于是很早就开始教授他一些简单的功夫。 李国豪回忆时说,我懂走路时,我爸爸便开始训练我。 他真的是一个勤奋的教练,他经常叫人回家练习,有很多学生跟他一起,他们就像我的朋友。 很遗憾,李国豪最终走上了演员的道路,由于父亲英年早逝,加上母亲要为生活忙碌,导致缺少对李国豪的管教。 然而,父亲光环太耀眼了,使得李国豪从上小学开始就被冠以功夫之往儿子的头衔,这让他脾气逐渐暴躁,经常在学校里跟同学打架,一度被三所学校劝退。 李湘宁对哥哥的叛逆性格印象深刻,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,父亲又那么早离开我们,哥哥受到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。 很朝一段时间里,哥哥脾气古怪,暴躁,难以交流,确实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。 随着年龄增长,李国豪渐渐意识到母亲的不容易,他认为自己应该将父亲的演员生涯继承下去。 于是,李国豪在成年后通过艰苦的努力,逐渐在好莱坞又来了一点名气,成为一名比较有实力的演员。 1985年,李国豪接到电影乌鸦剧组的邀请,让他担任主演,这是一部宿命感和悲剧感的犯罪片。 李国豪在剧中出演一名很有前途的摇滚乐手,名叫艾玉。 他与未婚妻住在城市平民区的一间破旧的公寓里,两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在圣诞节前夕,妻子被一群残忍的歹徒领辱后杀害,而艾玉也被扔出窗外活活摔死。 短短一年后,艾玉的灵魂在乌鸦的指引下从地狱回到人间,他开始为自己和未婚妻报仇。 1993年4月1日,李国豪在片场在拍摄这部戏时,被对手的道具枪射出的真子弹射杀。 年仅28岁,正如父亲李小龙去世时,为拍完的电影《死亡游戏》,李国豪突然去世。 所以去世镜头,靠替身以及电脑特效完成。 李国豪去世后,葬在了父亲墓地旁,两人墓碑依靠在一起,彼此永远陪伴。 同时,两人墓地风格几乎一致。 李国豪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生族年,中英文明,而覆盖粉种的大理石上刻着英文墓志。 李国豪的墓志原本是准备在婚礼上宣读的。 反观李小龙墓地,墓碑是酱红色大理石。 上方镶嵌着李小龙照片和李小龙中英文明,生族年。 在覆盖粉种的大理石上,镶嵌着翻开树极形状的黑色石刻。 上面刻着阴阳于太极图。 左侧刻着两句话十二个汉字,以无法为有法,以无限为有限。 右侧则是英文翻译,这十二个字寓意深刻,引人深思,他真正诠释了李小龙的功夫哲学。 他曾说,任何事物都包括有限和无限的两个方面。 我们要在有限的层面创造无限的东西,在无限的层面控制有限的东西。 这种哲学思考方式,让李小龙将中国功夫上升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 如今距离李小龙却是半个都世纪了。 他的目的早已成为全球功夫爱好者的圣地,每天都有人前来祭拜。